微屈冲单排战神呢 如果你撞到这个人 我劝你赶紧退 我不知道该怎么撕吹他 总之他的决赛圈一颗烟都没有封过 给我打掉的比这一步还要离谱 那个时候没有录屏 我想着看一下下一把还能不能撞的话 哈哈哈哈 最后这一步咱也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是怎么了 像40了一样 快退快退 看一下这一把能不能再跟他匹配到一局 我看能不能撞到啊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加油特种兵 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啊 俩一起出来的 一起出来匹的应该差不多吧 只能堵一下了 他要是没有落id的话 那应该就是这个了 那来喽 挑点依旧可以管 落贴缸多拿淘汰 建议大家落一楼先发育 然后再打架 不要直接扎楼顶 这样你们去举报 看到吗 楼顶的下来了 之前打的还挺谨慎的 没有直接过点 拉开点距离 然后捏一颗雷 这个距离捏了一声 他应该是听不到的 可以丢顺报 都说驮了一丢雷好 你看看这 就因为平板往右边挪了一点 导致他没有进去 差一点被翻杀 所以啊 不要纠结脱离也好 还是手术好了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科学馆这一把就他一个人 看了眼地图这一把可以管点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开着这个打呼噜车 想让我圈中心靠拢一下 可我这才刚开了一半 坏了 收了半天的装备 一下没了 还得飞回科学馆 辛辛苦苦收半天呀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上一把那个大哥这一把好像没有装到 一直没有看到他淘汰人 一名被打掉也不是坏事 回来收装备更仔细了 甚至比一名去站点的时候还要败 还外收了一个鸡鸽 就是后面进圈有点胆颤的 没照回了 也没有车 现在场上还有14名敌眼 谁知道这回家村还有几个老六 咱只能过一个房子掐一颗甲雷 过一个房子掐一颗甲雷了 看一下有没有动静 好 这里没人 还在个圈边 我们可以在这里拍一会 混一会排名 药品不多 没载具 位置还不好 平常这种局 你们是不是都因为很难打 来来来 今天我告诉你 我也这样觉得 嘿嘿 这个时候咱只能听圈有命了 万一他能刷的这么好呢 虽然不再选 但是离圈很近 可以选择小扛一下 不建议直接进圈 因为我们身后可能会有老六搞偷袭 而且啊 这火焰村三顶有缘的几率也很大 不想被当馅给家了 那就按照我这个打法来打 目前身后没有听到脚步 提前我圈边扑克烟再过点 我这一颗烟风的就不是很到位 差一点那么久的努力全白费了 这就是单牌 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只要被别人抓到机会 注意刷圈时间 下个圈刷到很疼的 我们得提前把状态打好 听到了吗 国家村主流有个脚步 快拉开距离 他一会儿要扛不住了 可能要忙我 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不善于打架 现在还不确定火焰村三点有没有赢 所以要提前铺一颗视野烟 挡一下他的视野 要打好 手里握雷往山顶上 一旦要赢 我们可以打一个仙手 到这里了 火焰村都没有传来脚步 那大概率是没有赢的了 但是出于谨慎 还拿来排一下吧 火焰村主流都过来了 就在这个木板后边给他掐一颗雷 掉好 最后五名敌烟 这一把就很奇怪 火焰村山顶竟然没有人过来站 这一层脚步不带耳机 应该是听不出来 就在我正对面散破必然身挂着呢 第一颗雷扔都有点过了 五个头来到手 右手刚打完架 那这一颗雷就丢给右手吧 还有最后一个 不敢想啊 不敢想 全场第二名 抗毒呢